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出于什么的原因没有在下头 就是没害怕 出于什么原因害怕 2013年5月30日七点多钟 南京市江宁区在岔路口小学上四年级的十岁男童强项 突然被一个陌生男子冲上来 破了一条硫酸 虽然当时强强打着雨伞穿着棉衣 但被强硫酸烧灼 强强的面部 五官和上身还是严重被烧伤 经过抢救治疗 强强被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 一个原本健康漂亮的小男孩 就这样被毁容 治残 成了一个再也无法直面阳光的铁面人 一般人都很难想象谁能如此恶毒 对一个天真无辜的男孩下此毒手 在法院庭审中 被告人蔡世林坦承了自己犯罪的原因 竟然是对男孩母亲有怨恨 将怒气撒到了这个无辜儿童的身上 2010年2月 蔡世林和强强的母亲刘某结识 之后同居建立恋爱关系 期间因为发生矛盾 两人两次分手 两次再复合 第三次分手后 刘某坚决不愿再与蔡世林谈恋爱了 为了让蔡世林死心 刘某采取了躲避的方法 而这更激起了蔡世林的怒火 从2012年9月两人分手 到2013年5月 蔡世林一直因女友刘某的离开 而耿耿于怀 找不到刘某 她最后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报复计划 就是决定对刘某的儿子强向下手 事发当天 蔡世林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硫酸 等候在强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 看到强向一个人快要走到校门口时 她突然迎上去 用乘有强硫酸的水瓢 破向了毫无防备的强向 今天坐在我旁边 就是这起案件的审判长 仲仙剑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很多人都非常愤慨 她为什么要对孩子下毒手 比较稳定的供述就是 她找不到刘某 那么我对你的儿子下手的话 就让你以后更难受 恋爱不可能 就是说我恋一个就肯定成一个 恋爱不成的事情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蔡世林 她说是因为她用了我的钱 她不还给我 那只是因为这个 她就会对刘某有这么大的仇视 这个被告人应该说 她主要还是认为 女的她的骗了她的感情 那么同时 感情不成 她内心受不了 受不了 另外就是你用了我的钱 你必须还 而这个女的又不肯 没有还钱 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 好像她一开始说的是女方拿了她200多万是吧 但是从公安机关调查的证据情况看 能认定的是65万 我们好像也了解到好像是这其中包括了有一辆车 就是价值人民币42万的雷克萨斯车 现在想起来就是之前 或者说这个整个事件 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警示或者教训 双方产生矛盾的时候 因为婚恋交纷 产生矛盾以后 那么首先 双方应该采取一种 克制的态度 理性的态度 那么其次呢 就是应该能 双方及时地做下来协商 就是沟通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就是作为亲友 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能够能及时地沟通协调 跟她之间解决她心里头这个想不通的地方 这个亲友可能也包括蔡世林的家人 是不是及时发现她的这种心态 蔡世林的家人 应该及时地跟她就是 找一个疏通的渠道 可能这个事情要好得多 可能她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人这样地去沟通 使得她内心的这个 可能压抑的东西 积蓄的东西 越来越多 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宣泄的推进 对对对 是的 是这样的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你不管 因为什么前因 不管因为什么问题 你对一个无辜的儿童下死毒手 都是十分不应该的 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那李教授 您觉得他这种行为 他后面他是觉得很后悔 但是之前你觉得 他是很冲动的情况下的 一种冲动犯罪吗 确实他一时冲动 是吧 但是呢 这个一时的冲动里边 我认为他最根本的问题 还涉及到一个全社会 来尊重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的问题 那么如果要是你比如说 整个社会包括呢 蔡时林她本人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理念 就是说这个整个社会 对生命的尊重的理念 对对生命 对健康的这种尊重 那么要是放在相当高的位置上的话 她就不会轻易的 起来做这种事情 我想这个蔡时林是不是平时的性格比较孤僻 是不是平时朋友比较少 因为我想假如说一个人有时候冲动 有时候你经常会有点不好的想法 有好朋友大家交流交流 我们其实还有别的办法 天下大呢 看开一点 但我想这个蔡时林啊 她没有这种疏解的这种渠道 再又觉得自己很有正义性 你看我真心对你 你把我钱骗走的还不理我 她有一种正义感来 就干一件其实很邪恶的事情 刚才这个老师讲到的 这个蔡时林 平时确实很孤僻 比较孤僻 的确是这样 从我们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 这个人与外界不是太来往的 他没有什么朋友 他跟他的哥哥弟弟 非常正确 都不大来往 跟他的家人都不来往 家人也不来往 实际上他是把所有的情感寄托 可能都寄托在了刘某的身上 而这个刘某又离他而去 那么从他这个 其他正人之眼的情况看的话 他跟其他人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显得比较 比较怪僻这个人 听一下咱们现场观众 有没有从中 能够得出一些什么经验教训来的 当爱的人来讲 相互能够拥有 然后给对方幸福 当然就是大家梦梦以求的 可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那么如愿 如果有一方他觉得非常勉强 这个时候对于另一方来讲 那就是你把爱情看作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 占有是真正的爱 还是去理解 去宽容 去包容 让对方去追求他 他心目中的这种爱情 对我们来讲 这种是 我们理解是应该是这样的 是爱 而心菜的这个人 我就说他根本配不上去谈 他们之间的叫爱情 我感觉他根本配不上去谈爱 早在三千年前 德就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 仁爱笑意 勤俭诚信 千佛好理等美德 自古以来代代相传 人只有懂得为什么活着 才能活得更容易 而爱只有手手相传 才能接力出更多的幸福 德行天下传承道德力量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一个朋友 就是在美国有一次 我去看他 结果他这个人 离婚了 又是跟现在的妻子 有一个孩子 他的前妻 跟现在的丈夫 也有一个新的孩子 然后呢 他们原来有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跟他过 一个儿子跟他前妻过 结果我去了 他们是不是全在一块儿 他接待我 当然不是平时 都住一块就太乱了 那天是万圣节 最好我去 他说让你带你 过过美国人的节日 我们朋友聚会 然后带我一看去 然后一介绍 这个是我的前妻 这是我前妻的 现在的丈夫 这是我 我这种关系 但人家坐在一块 就很自然 很融洽 也非常礼貌 然后小孩 大家在一块玩 我觉得就是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理性到这个程度 可能对于我们 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那是一个 有时候让人觉得 难以想象 或者是太理想化的 一种状态 那么为什么 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不能去尝试 起码做不到美国那样 我们你比如说 两个人出朋友 出不成朋友的话 为什么非要是 陌路人 或者是仇人呢 更不能成为仇人 因为什么呢 爱情也好 婚姻也好 那么在你的这一生里边 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那么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说特别向往美国的 那样的一种人际关系 刚才我们众生也讲了 现在因为情感纠纷 引起的这样的一个 刑事犯罪的这样的事情 其实 战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很多时候人们很难想象 说同传共诊的夫妻 怎么就能够拔刀相向呢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的确有这样的案子 我们来看一下 2013年4月25日 南京市建业区 西滴国际小区 发生一起惨剧 年仅22岁的齐某 在家中被丈夫用刀痛伤 后因伤势严重 在医院不治身亡 齐心鹏先后持菜刀和水果刀 齐心鹏今年27岁 案发时 他和被害人妻子齐某 结婚不到一年 而当时他们的女儿出生 也才100天 齐心鹏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因为家庭经济殷实 齐心鹏学校毕业后 并没有固定工作 据了解 他还是南京FSC 超级跑车俱乐部成员 因为齐某外貌出众 经常招引一些流言 这也让齐心鹏 因此产生多疑心理 这个男的之前 跟我老婆就有过交往 结婚前 齐心鹏就因怀疑 齐某对他不忠 动手打过他 2012年7月 两人结婚后 争吵依然不断 齐某怀孕期间 齐心鹏 依旧因为怀疑 妻子有外遇 对孕期中的妻子 大打出手 事发前几天 因为遭遇家暴 齐某和齐心鹏 提出了离婚 而案发前 因为女儿半满月酒 齐某被劝说 回家居住 没想到 就在案发当晚 齐心鹏一夜在外饮酒 回到家中再次和妻子 发生激烈争吵 而这一次 他竟然挥刀向妻子 砍了下去 那今天我们现场坐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来自南京市检察院 公诉处的检察官 陈烈 你好 首先一个我们想知道 他们之间的矛盾 是由来已久的吗 是的 他的妻子还在怀孕的期间呢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查到了女孩的酒店入住的记录 他发现呢 其中有一条 应该是一个敏感时期 就是我们讲的女方受孕的期间 和一个陌生的男子 有一个同时入住酒店的记录 他就觉得小气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自己的 所以这个疑虑呢 就让他一直对女方 有越来越多的猜忌 其实据我们办案机关的调查取证 这个女孩的身份证 曾经借给他一起玩的一个姐姐 那么呢 这名男子呢 也是说是和他的一个姐姐 拿着当时拿着这个被害人的身份证 当时一起去入住酒店的 那么这些是有客观事实 能够印证的 但是被告人他是完全不能理解 这个有怀疑 但其实也很简单 到底是谁的孩子 这一点他是可以求证的 小七的爸爸妈妈 当时呢 还在小七怀孕期间 就到医院去打听 做亲子鉴定 应该怎么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没有去做这样的亲子鉴定 那还有一个细节说 那个案发的当天晚上 吉某是喝过酒 回去的 而且在这个喝酒的过程当中 她的本身的这个怀疑的心态 好像是加剧了 是的 这个呢 也是 确实是造成这起惨案的一个 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在案发之前呢 吉某也是因为这样的烦恼 和朋友在一起喝酒 朋友又对他说了一些 煽风点火 或者说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 在听了朋友这些 一段的说法之后 回家拿了菜刀 对着已经上伤睡觉的小七 就挥刀 他就挥起了刀 这个案发之前 会不会有一些事情 假如说我们能做得好一点的话 也可以避免这个惨祸的发生 案发之前 被告人的朋友 在知道他 因为家庭的矛盾 在闹离婚的时候 如果能对他进行及时的疏导 劝慰 而不是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我想这个对他的这种 愤怒情绪的降低和减缓 是有好处的 他们俩人之前的这个感情基础怎么样 被害人生前的朋友 对我们说的 说小七他是一个非常心软的人 比吉青鹏 对他的一点点的好 他都会记在心里 说有一次 吉青鹏在吃饭的时候 帮小七把身后的椅子拉开 让他坐下 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 他就会一直记着 对 他就觉得吉青鹏对他非常的好 所以呢 在后来两人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想起这些细节来 会原谅他 三位老师 你们觉得 就现在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来看 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 会铸成这样的一场大火 大家都在说 冲动是魔鬼 但是实际上我想 道德感是能够唤起理性的 他是可以把魔鬼抵御在外的 如果吉青鹏 多一点对家庭的责任 包括对孩子 对自己的父母 包括对自己的妻子 有责任感的话 我想他怎么样 也下不了这个手的 你判断他原本就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对 在网上就找出来 有人说这个唐代有一个离婚协议书 说哎呀 以后我们日子没法过了 我们分手吧 以后呢 你就打扮得漂亮亮 出去哎 再找一个比我好的 我呢 我也自己过日子去 他说的很生动 说一拍两散 对一拍两散 对这就是非常正能量 就咱们既然过在一块不爽 那我们各自 对吧 寻找新的生活 你吉家你不是又是有钱吗 你去过你的生活呗 对吧 这个案件比上一个案件更让我觉得这个不可原谅不可思议 也就是他从小时候的教育中间某种的价值观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绝对缺少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礼仪或者说身世风度的教育 他拉了一下椅子 这个女孩感觉到很感动 这其实说明这样的事情很少 这包括一件事情 你不爽了 你哪怕不爽 也要保持最底线的一种礼节 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陈烈 你们了解到的这个吉星鹏 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吉星鹏的父母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 才慢慢的创造出 原本家庭并不是特别好 是的 那么他父母在事业打拼的过程中 确实是像郭老师说的 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 包括是最基本的一种陪伴 那么出于对孩子的一种愧疚吧 所以对于吉星鹏他提出的任何条件 都用物质金钱来满足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他的成长经历中 可能是缺少对规则的理解 对约束的理解 按他自己的说法 每当他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冲动 很少有什么能够约束他 他到目前其实他是没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对吗 对 所以他既然没有一个职业 那么他也就没有这种工作的成就感 更谈不上有责任感 我还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那种泄愤型的犯罪在增多 其实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个表现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 缺少一种相对宽容的文化 我们看到的太多的都是以怨抱怨 以暴制暴 然后快意恩仇 社会暴力之气有很大的根源 跟这种缺乏宽容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肯定是产生矛盾的 产生矛盾以后实际上有个理性维权 不应该动用自己的解决方式 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逐渐走向法治的社会 这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来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案件本身呢 也就说明了就是 我们在脑子里边还是缺少法律的这根线 你看你这样做了 做了以后害人害己 当爱已成往事 亲密伴侣反命成仇 曾经甜美罪人爱情 被婚酿成一杯无解 婚恋矛盾发生后 为什么总会伤害亲密的 预防不恶致陷阱犯罪 我们该做些什么 犯罪性取专家曹军航即将会拟解 爱情呢 它是没有逻辑性的 一旦谈论有所发生的事 一定行 爱情 如何才能互相论 《学行天下》正在讨论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 南京七峡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局的局长 曹军堂先生 曹军堂原来是在龙潭监狱 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师 那可能对这个犯罪心理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特别是在情感纠纷当中 这个被告或者犯罪实施者 他们更多的是对身边的人 甚至是亲密的人 他会下手 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爱情呢 它是没有逻辑性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爱情啊 它容易让人盲目 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 可能也会接触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类似的这样的案件 我曾经就接触过这么一个案例 他把妻子伤害之后 然后偷到我们监狱里之后呢 在监狱里面 他自杀 就是当我们介入干预的时候 他就说 我对不起 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我杀了自己最亲爱的人 其实很多人 当他们实施犯罪过后 内心也是非常痛苦的 那怎么样能够遏制住最开始的 他那个犯罪冲动呢 蔡思琳他们的这种 属于离婚群体的一个恋爱 那么其中提出了两次分手 两次又合在一起 这种模式其实就是说 对于离婚者来讲 是一种不成熟的 他以前有过 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了 但应该吸取前面的教训 往往呢 如果这个教训不吸收好 也就是说他旧伤还在 很容易导致问题的发生 第二个案例呢 吉星方在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送了他这种生存 是没有送完花穴 天天在那儿玩 那么吉星方现在 现在长大之后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的一帮朋友在一起 就形成了 出门照得很绅士 关起门来耍无赖 这种狠药 其实也就是说 一个淡然主义动物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有朋友 来刺激他的时候 尤其把这种敏感 刺激他的时候 可以说他在外面 肯定表现得很冷静 说到了家之后 就发现了 做家暴 也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 不够成熟的男人 对 他迈入了婚姻生活 是无法处理婚姻生活当中 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 这个人的这一生 安全是最重要的 你无论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应该有自己 防范的这种意识 像第一个案件里面 很明显 如果要是被害人的 母亲 刘某 包括他的前夫 甚至他的奶奶 要是有一点点防范的意识 不会让自己一个孩子 就是这样大的一个矛盾 没有解决 你怎么可能让一个孩子 去上学 作为第二个案件来讲 你们夫妻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矛盾 实际上 作为个人的防范来讲 也是应该有心理准备 我在这里 我想说一个 就是说 最后两百米 其实强强奶奶 今天去护送的 但是送了几天以后 她就松懈了 最后一天发生事情的那一天 就差两百米 就到学校了 她就转身走了 我在这里借助的是 一个社会的两百米 就是说 我们有现场有些机制的 包括比如说 我们有五大调解机制的 而且针对家庭暴力 也有一个家庭暴力告诫法 还有禁制令 我觉得就差两百米 就差一个线阶 比如说 刚才说到刘某他是报警的 特别是对儿童有威胁的 我觉得这种是不能够轻视他的 要有一个备案制度 我们还有很多 调解制度 心理疏导制度 再不行 我刚刚说 下禁制令 对他告诫 训话 我觉得只要协计起来 有关部门 一定要去主动实施的 是的 我们刚才前面说到 这个两个案子 可能有时候让人觉得 特别心寒 因为都是发生在 亲密的人之间的 这样的事情 问一下咱们的现场的观众 我作为一名90后的大学生 看完今天的两个 新闻故事事件之后 我很难过 因为第二个事件当中的 被害人 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 而且我还很害怕 从我们的父辈 母辈们 他们的爱情当中 告诉我们 爱人可以成为 我们很亲密的人 但是这两个案件 这个受伤的 往往就是爱我们的人 给我们造成的 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 主持人和在座的老师们 我们是否该对爱我们的人 或者说亲密爱人 抱有防备之心 还能相信爱情吗 就是要不要设防 在我恋爱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设防 是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是不是应该也对这些 很爱的人 去进行一些心理的防备 同时能够如何自我保护 我就想着对这个年轻朋友 说这样一句话 就是一旦矛盾 有所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理性 理性就包括两位同学 刚才提到的控制 控制什么呢 控制自己 包括有防范意识 还有一点 我想认为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底线 在恋爱一般 实际上也是一个 让他的人格完善成熟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对有暴力倾向的人 你无原则的忍让 实际上在纵人 对 是吧 这一点顾宇宽 是不是也是持相同意见 说恋爱中间 不是说一方绝对对 一方绝对错 我们今天看到两个案例都是这样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双方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 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一个沟通 但是呢都不能 就做出这种极端的举动 比如说像第一个案例 如果说这个男的 确实被女的玩弄了感情 把我什么钱都弄走了 给他撤一步还 那你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 甚至那你诉诸舆论 你比如说你主动联系德行天下 说我要上来 我真被一个女的骗惨啊 其实你要有这个话 你告她的犯罪 是完全可以 社会的诚信心 是站在这个男的工作 我听到你们 专家的感受 可能要在前面放两个片子 搞得我们在很痛苦的表情下面 来讨论这么甜蜜的话题 而可以就是 我们大学生啊 这种防范之心 是不能有的 要防范之心 它基础就是什么 不相信 对不对 自己之前不相信 挺可怕的 今天我们谈的都是个案 但是我觉得可能 还是要最开始的时候 要擦亮眼睛啊 要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 今天我们正好有大学生知道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 他交什么朋友 他的父母怎么培养他 这就是我们大学生 跟他谈了 要足够足够了解这两个大块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一个人格的问题 即便是夫妻 也应该各自有各自独立的人格 包括他个人的隐私 如果要是你比如说另外一半 一再就是跟踪也好 或者是一再窥谈你的隐私 当然首先的前提是 你不要做那些好像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这个婚姻家庭肯定会出问题的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要是从两起由婚恋纠纷 引起的刑事伤害案件说起的 那曾经相爱的人 怎么到最后就会兵容相见了呢 有人说是因为爱之深所以恨之切 但我们想说不论爱多么深 不论恨多么切 但是我们不应该采用那样的一种 违法犯罪的手段 最后我们也听到几位评论员 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给处在恋爱当中的 或者是在婚姻生活当中的人 一些好的一些提醒和警示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恋爱和婚姻是甜蜜的 即便是我们不能相爱的话 那么不要成为仇人 好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德行天下 下期同一时间